我真的覺得你的男朋友 都有問題耶 一個是說手錶 一個是... 真的是... 而且... 轉過去 你不知道你男朋友 等你婚倒多久嗎 對 他要等你婚倒那麼久耶 Dooie好意思講別人 真的 你真的是好意思講別人 你男朋友不能來接你 搭給你計程車就對了 可是你知道昏倒第一刻 你一定是想到你最愛的人 沒錯 這個第一個 你為什麼沒有打給你爸爸 所以你爸爸媽媽 不是你最愛的人 也愛他們 但是他們可能走不過來 因為老人家嘛 六十七前面的觀眾朋友 請注意 小優這是一個最壞的示範 請在這種情況打119 對 不管你愛不愛119 我打給119 好不好 誰可以打丟 你為什麼不打119 叫9車呢 你還要抱什麼意思心 所以是我錯嗎 我打給你男朋友我錯了 他在上班啊 對 重點是你會不會昏倒在南港 然後你男朋友在西門町上班 那有多麼的遠啊 對啊 而且男朋友看到電話的心情 他會 你也是轉過去 你也是轉過去 歐北光維 不是 怎麼會是我錯呢 我知道 你本來就不應該白天出門啊 這是噴什麼 他講的是真的 對 他們晚上才可以出門 那我講完 結果那一天我就拜託 就是我們公司的助理 帶我去醫院 然後就真的就是我覺得很生氣 你怎麼可以不來載我 我就問好 那一天店裡業績做多少 結果那天生意超爛的 就是因為你的電話 顧客就走了嘛 什麼 對啊 你什麼 你什麼 我覺得少俠太... 感覺... 對啊 所以他有那個... 他槓上還槓上 講是怎樣 他有個人情緒 我跟你講 少俠真的在小優有個人情緒 下次準備一些飛鏢在我旁邊好不好 不是 因為他一直跟你面對面 你知道嗎 時場太強了 沒有 這就是他不對吧 根本就不忙 然後還不來載我 我真的莫名其妙啊 我覺得你要躺在地上多久 而且如果你真的感覺有危險的話 你為什麼不搭救護車嗎 有時候要加錢耶 如果他要載你的話耶 你是有命還是要加錢啊 所以你是為了賞錢 叫你男朋友來載你 真的是我的問題嗎 當然是你的問題啊 小氣鬼 算了 因為真的你已經要昏倒了 你怎麼會想到打電話給你男朋友 而且你都沒有呼吸 他已經有還沒換耶 對啊 算了 算了啦 真的 好 下一題 結果你將來自己去 我那一天就是又送女兒上學 在送女兒上學的空檔 去工作 工作 然後我還去那個 拿一些信件到郵局裡面 因為掛號的時候我們不在 然後之後又接女兒回來 回來的路上 進到我們家門的時候 我看到我老婆 她拿一袋東西 我說 老婆你出去啦 你還好嗎 她看到我就 我今天忙死了 我今天幫我們的假期訂了一間旅館 好帥 來...你幫我拿這袋袋子 她今天只做了一件事情 就是幫我們週末的假期訂了一間飯店 然後她今天覺得她超忙 那個用滑鼠就可以訂好的吧 不是 我跟你講 有時候還要拿那袋東西給我 時間 然後價錢不可以太貴 小朋友又要去 這一家不好的那一家 你要換啊 然後附近的地理環境 有沒有你們可以去玩 可以去吃 然後好像還可以玩什麼 然後餐廳可以吃什麼 好不定她是真的去看景 她搞不好到現場去看景 我們訂那個房間是純休息的房間 沒有像那麼要看景的房間 不用 就是Key Pay而已 沒有 是去苗栗的假期 一些民宿的房間 對啊 你看沒聽清楚 你們是想要用力想幫她嗎 妳如果說小優要訂的那種房間 那就比較不好訂 那就難訂了 怎樣 我想要訂什麼房間 而且我跟妳講媽媽在家 你們不要以為 真的沒在做什麼事情 真的很忙 那我們都要接送小孩 然後小孩都是她做的 她在接送小孩 我是說我們家啦 我們家是男人 就是屈哥有時候也會裝忙 就是我已經很忙一整天了 然後他上班回來了 他也是 他就會固定喔 就是九點 十點 小孩要上床的時候 他就說我上去了 他也不問我說我今天累不累 我怎麼樣 他就沒有理由 他就直接上去了 然後我說你上去幹嘛 你可以幫我一下嗎 小孩可能要睡覺 你幫我 因為有四個 我說你幫我看一下老大 真的是大功課 對 可是他就會說 我現在要背劇本 我現在真的 劇本太多了 我一定要趕快上去背 不然我會背不完 我們義大利的女生 已經有一些很固定的 裝忙的說法 比如說他們說她要洗頭 如果現在 因為已經太多女生用了這個藉口說 她是她不想給妳出去 所以她說我要洗頭髮 喔 我知道 所以我現在 聊天 網路上說歐洲的女生不太愛洗頭 通常一個禮拜不洗頭是正常的 就六月嗎還是 我們是自己洗的 妳又不是歐洲 妳是哪一州 妳在哪裡 對 我是說歐洲的女生 好像都不太洗頭 是一個很正常的理由 是因為常常洗嗎 這個是因為太多女生用那個理由 說她在忙 所以我現在 如果我聽一個女生跟我說 可是我要洗頭 我在想 她不喜歡我 我不會覺得 因為洗頭是大功課 可以一起去洗 很像三天來洗得乾淨 好奇怪 在一大約說我要洗頭是理由 因為她們不太洗頭的 所以洗頭是大功課 對 如果她真的要洗頭 如果她真的需要洗頭 她最好是要找一個 另外一個藉口 有時候洗頭要花很多時間 你不要 你才不懂 最不懂的是你吧 沒有 我說實話 獨立什麼事 我們請問你 你一天花多少時間在洗頭 我不是說我 你看我的頭髮怎麼可能是我 我說的是 像美國的黑二女生 要洗頭要花很多時間 因為她們頭髮很多又捲捲了 男人都不會檢討自己 只會說一些藉口是不是 來 我跟你說 我覺得做錯事就是要承認 男生就要 妳要趕快承認嘛 什麼東西我還沒講 兩個 這兩個 妳有被他傷過 少小我有欠你錢是不是 還是你要先轉過去 反正男生做錯事 第一件事絕對不是認錯 是想一堆理 是 像有一次我男朋友 就要用情人節大餐 那天情人節大日子 我就說那我們要不要去什麼餐廳 他說不用 我做菜 我做情人節大餐 我從中午就不吃飯 等這個晚上喔 然後她下班回來 然後結果後來就要開始做菜 可以跟你講為什麼 等一下我先講一下為什麼 她 情人節帶你出去 大家都知道 妳是她的女兒 就很丟臉嘛 她就在家裡 你懂什麼 拜託 是我不想出去好嗎 然後她就要開始做菜 然後接著她就拿著肉出 她說 糟糕 肉沒有退冰 然後瞬間那個牛排 就少一道菜了 本來有五道菜喔 而且 肉跟妳都還沒有退冰 小涼哥 妳這樣很壞耶 我可以叫小涼哥 他退冰了 只是還沒有張開眼睛 對 然後反正她就說 因為那個牛排沒有退冰 好 那瞬間少一道菜 然後接著要烤龍蝦 鹽巴忘得滿 所以你知道龍蝦 沒有那個鹽巴調味有多難吃 也可以不用吧 還是有別的調味料 對 反正那個龍蝦 味道就少一味 理由 理由一堆理由 然後那個什麼 就最後五道菜變兩道菜 然後整個情人節大餐 這樣子有多寒酸 我就在那邊不爽 拿兩道 只剩麵包 花椰菜跟奶油 所以那個蘆筍 前菜跟那個龍蝦 而且龍蝦還少一味 我就說妳到底在幹嘛 我們情人節大餐 他這時候就開始看著我 為什麼我出去上班的時候 妳不先幫我退冰 對啊 為什麼 因為我退我 對啊 為什麼 為什麼 你為什麼只記得退自己 不記得退牛肉 因為 怎麼會是怪我呢 怎麼會是怪我沒有幫他退冰 但是就是說 就是他不想承認自己的錯 對 真的 所以他就把 不叫不承認自己的錯 你們沒有聽過那句話嗎 巧富難為五米之吹 對 你都覺得龍蝦少一味鹽巴難吃了 那他就是沒有退冰 妳要怎麼做呢 可是他應該就是 自己要知道這件事情 是他說要說情人節大餐 你很不提起來 彼此互相幫忙 他要上班 就跟屈哥一樣 屈哥被台 你認為演舞台劇 在台上我們是可以NG的嗎 屈哥是只有塞錢給他 現在他來幫忙 他今天是化身屈哥 塞小紅包 好啦 其實我今天是屈哥 他已經對你很好耶 一直在幫羈哥講話耶 真的是 龍蝦少一情對你很好 有一些鬼是 對那個演版很敏感耶 不是 那一條線在那邊 你不能過 對 不能撒鹽 對 不能 所以他已經把鹽藏起來了 假設定難得幽默 然後這個女生也是這樣子好不好 自己不承認自己的問題